要進到國慶會場可沒那麼簡單 包包內的東西都要一一檢查 如果帶水進場也得試喝一口 確定沒問題後必須通過這道門 工作人員嚴格把關也拿出探測器掃描 另一頭的安檢站同樣不敢馬虎 僑胞表演團體進去前 都必須出示識別證 掃身分證 大門口大大告示牌 提醒民眾長鏡頭望遠鏡 腳架自拍桿以及長寬 超過30公分的背包 通通都是微景品 現場也部署了大批警力和憲兵 架起護欄要為突發狀況做好準備 國慶大會總統蔡英文等高官都會到場 為安照往年一樣採取最高規格 台北市一共出動一千五百名警力 空拍機干擾器還有偵報群進行場檢 制高點更安排狙擊手嚴密監控 也有槍響偵測器 確保每個環節滴水不漏 要讓一百一十一年國慶大典 順利進行 華視新聞 我們是陳文唐誠 宇甄宇 台北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